你好 欢迎您收看预见未来城市双周刊 我是卢申芳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到印尼 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 去年的经济表现令人惊艳 创下15年来最高 那么投资人之所以会涌入印尼 主要因为它拥有2.4亿人口 而且中产阶级是在快速的壮大 天然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我们看到它国内的休闲产业跟着快速的成长 我们的记者吴文轩就来到号称是 印尼版的迪士尼乐园 也就是位于雅加达的寻梦园这个地方 它占地有90公顷 那么据说它的设备跟它的丰富程度 都更甚迅迪士尼 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 一堵摩托车特技 或是搭缆车俯瞰雅加达海湾 这里是寻梦园 占地约90公顷 有印尼的迪士尼乐园之称 1966年政府强势开发 让这片土地从风化区改头换面 也给情侣和家庭提供度假的好去处 大部分的游客都会租台脚踏车代步 但如果你的技术没有这个游客的一半 那么学学十岁的Mark吧 他们一家踩上了电动车 Sagway玩得普遍乐乎 爷爷在一旁看了更是小开怀 这家人已经造访雪梦园好几次了 他们知道每逢周末要住在这里的Villa区 不定位可能还住不到呢 在雪梦园内不只可以住在像这样的传型Villa里 还可以实际搭船出海进上海景 但雪梦园一名一千五百万游客 靠的可不止是海面上的警官 海牛 红龙鱼 近六百种海洋争物 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管园还会鼓励你伸出手来摸一摸海龟 甚至鲨鱼 实际上是海鲨鱼 但也有关于我们的 我们也感到喜欢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感到 我们也感到 标榜互动的 还有雪梦园里这片生态教学农场 从松土到除草 从播种再到浇水 馆员都会领着民众动手DIY 作物收成后还可以回来采收 不只给都市小孩享受田园乐的机会 更能借机宣扬有机观念 靠着三十只兔子的粪便 一公顷的农地就不用使用化学肥料 生态园区给雅加达民众提供一个健康的新选择 原来园方搜集兔子的粪便 混合腐烂的蔬菜就成了天然肥料 农场种出绿色经济 而一年为雅加达市政府 赚进台币1.55亿元的徐梦园 未来还打算投资 上看台币15.8亿元天海造陆 四面黄海的乐园即将诞生 徐梦园可能还会更梦幻